湖北省实验室云阳中学一名高三学生被发现坠河身亡 家属调查发现学生坠河前遭到班主任老师的批评 近日,学生家长向实验室毛建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班主任老师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议员 坠河学生家长李先生向记者反映 儿子元系云阳中学高三学生,2022年11月12日晚自习 儿子被班主任周老师批评教育,要求写检讨 周老师在批评儿子时,言辞尖酸刻薄 用了极尽挖苦,讽刺的语言,导致儿子整个晚自习期间精神恍惚 晚自习结束后,儿子回到宿舍,在和室友交流过程中表示想离校外出 室友发现儿子神态不对劲,便第一时间电话告知了周老师 但周老师未语理睬 李先生认为,儿子遭受周老师辱骂后,产生轻生想法 于当天22时许离开学校,一直往汉江二桥方向走去 11月13日凌晨,儿子在汉江二桥坠河身亡 李先生告诉记者,他在调查中还发现 周老师有收受学生家长购物卡的情况 他也向当地纪委做了反应 7月7日,温流新闻记者联系到云阳中学教务处 一位工作人员称,已经对周老师进行了处理 具体怎么处理的他不知道 7月13日,温流新闻记者